在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调查的工作中,运气一再地不佳,可是现在我竟时来运转了,而送来好运道的使者不是别人,恰是弗兰克兰先生。 他胡须花白,面色红润,正站在他那花园的门口,那圆门端正地开向我要走过的大道。 好啊,花生医生,他兴致勃勃地喊道,您真得让您的马休息一下了,进来喝一杯酒,祝贺我吧。 在听到他如何对待他的女儿以后,我对他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感,可是我正急于想把波镜子和马遣回家去,这确实是个好机会。 我下了车,给亨利爵士写了个便条,说明我要在晚饭时分散步回去。 然后,我就跟着弗兰克兰先生走进了他的饭厅。 对我说来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一天啊,先生,是我一生里一个大喜的日子。 他不停地咯咯笑着,一面喊道, 我已经了结了两件案子了,我一定要教训一下这里的人们,让他们知道,法律就是法律。 这儿竟还有个不怕打官司的人呢。 我已经证实了有一条公路,整整穿过老米多顿的花园的中心,先生,离他的前门不到一百码。 您对这点觉得如何? 咱们真得教训教训这帮大人物了,让他们知道知道,不能任意蹂躏平民的权利。 这些个混蛋。 我还封闭了一片佛恩沃西家的人常去野餐的树林,这些无法无天的人们,似乎认为产权根本不存在,他们可以到处乱钻,随处乱丢烂纸空瓶。 华生医生,这两件案子我都胜诉了。 从约翰·摩兰爵士因为在自己的鸟兽续扬场里放枪被我告发以来,我还没有过像这样得意的一天呢。 您究竟是怎样控告他的呢? 看看记录吧,先生,值得看一看的。 弗兰克兰对摩兰,高等法院,这场官司破费了我二百八,可是我胜诉了。 您得到什么好处了呢? 什么也没有,先生,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 我感到骄傲的就是,在我做这些事的时候,丝毫也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利益。 我的行为完全是由对社会的责任感所推动的。 我确信,比如说吧,佛恩沃西家的人今晚就可能把我扎成草人烧掉。 上回他们那样做的时候,我就报告了警察,告诉他们应该制止这些可耻的行为。 县里的警察局真丢人,先生,他们并没有给我应有的保护。 弗兰克兰对女王政府的诉讼案不久就会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了。 我告诉过他们,他们那样对待我总有一天要后悔的,我的话现在果然应验了。 怎么就能这样呢? 我问道,老头摆出了一副很自鸣得意的表情来。 因为我本来能告诉他们一件他们所迫切想要知道的事情,可是无论如何,我不肯帮那些坏蛋的忙的。 我本来一直在想找个脱身的借口,不再听哪些闲扯。 可是现在,我又希望多听一些了。 我很清楚这个老荒唐鬼的一呼长情的怪脾气,只要你一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来,就一定会引起他的怀疑而停止不说了。 肯定是件偷猎的案子吧? 我带着漠不关心的神奇说道。 嘿嘿,老兄,是一件比这重要得多的事啊。 在倒地里的那个犯人怎么样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 难道说,您知道他在哪里吗? 我说道。 虽然我并不知道他确实在哪里,可是我肯定的知道,我能帮助警察把他抓住。 难道您就没有想到过抓这个人的办法,就是先找出他从哪里弄到食物,然后再根据这条线索去找到他吗? 他的话,却已越加使人不安地接近了事实。 当然了,我说道。 可是您怎么知道他确实是在找地里呢? 我知道,因为我亲眼看到过那个给他送饭的人。 我为白鲁莫担起心来。 被这样一个专号惹是生非爱管闲事的老头抓住了小便,确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可是他底下那句话,又使我感到如实重负了。 当您听到他的食物是一个小孩给他送去的时候,您一定会感到吃惊吧? 我每天都从屋顶上的那家望远镜里看到他。 他每天都在同一时间走过同一条道路。 除了到那罪犯那里去之外,他还会到谁那里去呢? 这可真是运气。 我抑制住自己对这件事感觉兴趣的一切表现。 一个小孩。 白鲁莫曾经说过,我们弄不清楚的那个人是由一个小孩给他送东西的。 弗兰克所发现的是他的线索,而不是那逃犯的线索。 如果我能从那里了解到他所知道的事,就可以省得我做长久而疲惫的追踪了。 可是,显然我还必须对此表示怀疑和淡漠。 我想很可能是个找地牧人的儿子,再给他父亲送饭吧。 稍有不同意地表示,就能把这个老专制击得冒起火来。 他两眼恶意地望着我,灰白胡子像发露的猫似的竖了起来。 真的,先生! 他说道,同时向外面广袤地找地指着。 您看到那边那个黑色的岩缸了吗? 您看到远处那长满荆棘的矮山了吗? 那是整个找地里岩石最多的部分了。 难道那里会是牧人铸脚的地方吗? 先生,您的想法真是荒谬透顶了。 我顺从着他回答说,我是因为不了解全部事实才这样说的。 我的服输使他大为高兴,也就使他更愿意多说一些。 您可以相信,先生,在我提出一个肯定的意见的时候,我是有了很充分的根据的。 我一再地看到过那孩子,拿着他那卷东西,每天一次,有时每天两次,我都能等一等花生医生。 是我的眼花呢,还是在那山坡上现在有什么东西在动着? 约有几里远的样子,可是在暗绿和灰色的背影衬托之下,我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小黑点。 来呀,先生,来呀! 弗兰克兰边喊边向楼上冲去。 您可以先亲眼看看,然后再自己去判断吧。 那望远竟是一个装在一只三脚架上的庞大的机器,就放在平坦的千板屋顶上。 弗兰克兰把眼凑了上去,发出了满意的呼声。 快呀,花生医生,快来! 不要等他过了山啊! 真的,他就在那里呢,一个肩上扛着一小卷东西的孩子,正在费力地慢慢地向山上走着。 当他走到最高点的时候,在暗蓝色的天空的衬托下,一瞬间我看到了那衣衫不整的陌生人。 他鬼鬼祟祟祟地向四周望着,好像是怕被别人跟踪似的。 后来就在山那边不见了。 嘿嘿,我说的对不对? 当然了,那个小孩儿好像附有什么秘密使命似的。 至于是什么样的使命,就连一个县里的警察都能猜得出来。 可是我一个字也不会告诉他们。 我要求您也保守秘密,划声一声,一个字也不要泄露,你明白吗? 遵命就是了。 他们对待我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 等弗兰克兰对女王政府的诉案的内情公布之后, 我敢说,全国都会因而大为愤怒的。 无论如何,我也不肯帮警察的忙,他们要管的是我本人,而不是象征我的被这群流氓捆在柱子上烧掉的草人。 您不要走啊,您得帮助我喝干这瓶来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 我谢绝了她的一切恳求,而且成功地打消了她的要陪我散步回家的想法。 在她望得见我的时候,我一直是顺着大路走。 然后,我突然离开了大道,穿过沼地,向那孩子消失不见的那座山上走去。 对我说来,事实都很顺利,我敢发誓,我绝不会因为缺乏精神和毅力而错过命运之神给我送到眼前来的机会。 当我抵达山顶的时候,太阳已经就要落下去了,脚下的山坡向阳的一面变成了金绿色,而另一面则完全被灰暗的阴影笼罩了。 在极远的天际线上,呈现出一抹苍茫的暮色。 在暮色中突出来的就是奇形怪状的贝利夫和维克森颜刚。 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一无动静。 一只灰燕,也许是一只海鸥或蚂蚁,翱翔在高高的蓝色天空之中。 在广大无边的苍穹和下面荒芜的大地之间,它和我好像就是这里仅有的生物了。 荒漠的景色,孤独的感觉,和我的神秘而急迫的使命,使我不禁打起寒颤来。 哪里也看不到那个孩子。 可是在我下面的一个山沟里,有着一些环绕成圈的古老石屋。 中间有一栋,还有着能够使人免于日晒雨淋的屋顶。 我一看到它,心房就不禁为之一跳。 这一定就是那个人藏匿的地方了。 我的脚终于踏上了它那藏身之锁的门槛了。 它的秘密可被我抓住了。 当我慢慢接近小屋的时候,我走得小心而又谨慎,就像是斯泰普顿高举着蝴蝶网慢慢走进落稳来的蝴蝶似的。 我身为满意的是,这地方确曾被用作居住之锁。 乱石之间,有一条隐约可见的小路,通向破烂的要它的当作门用的开口。 那个不知来由的人可能正藏在那里,或者正在沼地里荡来荡去。 冒险的感觉使我的神经大为兴奋,我把烟头抛在一旁,手摸着我那只左轮的枪柄,迅速地走到门口。 我向屋里望了一望,里面空空的。 可是有很多迹象可以说明,我并没有找错地方,这里一定是那个人住的地方。 一块防雨布包着几条毛毯,放在新石器时代的人曾经睡过觉的那块石板上。 在一个粗漏的石矿里,还有一堆烧过的灰烬,旁边放着一些厨房用具,还有半桶水。 一堆乱七八糟的空罐头盒说明,那人在这屋里已经住了些时候了。 当我的眼睛习惯了这种透过树叶照下来的纷乱的点点阳光之后,我又在屋角里看到了一支金属小杯和半瓶酒。 在小屋的中央,有一块平平的石头被当桌子用了,上面有个小布包,无疑的就是我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小孩肩上的那卷。 里面有一块面包,一厅牛舌和两厅桃罐头。 当我查看完笔重新放下的时候,心里一跳,因为我看到下面还有一张写着字的纸,我拿了起来。 上面,有用铅笔,寥寥草草写成的,花生医生曾到库姆特雷西去过。 我手里拿着那张纸,在那里占了足有一分钟之久,思考这张短信的寓意何在。 那么说,这个秘密的人所跟踪的并不是亨利爵士,而是我了。 他并没有亲自对我跟踪,而是派了一个人,也许就是那个孩子,跟着我。 这就是他所写的报告。 可能从我到了找地以来,没有一步行动是未被他看到并报告了上去的。 我总感觉到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像一张秘密的网似的,无比巧妙地围住了我们。 把我们拢得这样松,是为了到了极端紧要的罐头时,才让我们知道自己真的已被纠缠在王眼里了。 既然有了一份报告,就可能还有,于是我就在屋里到处搜寻起来。 可是毫无踪影,也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说明住在这个奇怪地方的人的特点和意图的迹象。 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他一定有着斯巴达人士的习惯,对生活中的舒适不大介意。 我看了看开着大口的屋顶,再想一想那天的倾盆大雨,就更深切地了解到,他那要想达到目的的意志是多么的坚定不移。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意志,他才能住在这种不舒适的地方。 他真是我们的狠毒的敌人啊。 还是正巧是保护我们的天使呢? 我下了决心,不弄清一切,绝不离开这小屋。 外面,太阳已经落得很低了,西面放射着火红和金色的余晖,天光照着散步在远处格林盆大泥潭中的水洼,反射出片片的红光。 在那边可以看到巴斯克威尔庄园的两座塔楼,远处有一袋朦胧的烟气,说明那里就是格林盆村。 在这两处的中间,那小山背后就是斯泰普顿家的房子。 在傍晚金黄色的余光照耀下,一切都显得那样美好、醉人而又甜静。 可是在我看到这景色的时候,内心里不仅丝毫不能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反而还因寓意破镜的会面所引起的茫然和恐惧的心理而发抖。 我的神经在悸动,但是决心坚定。 我在小屋里坐在黑暗的深处,耐心地等待屋主人的来临。 后来,我终于听到他走来了。 远处传来了皮鞋走在石头上所发的出的嘚嘚声,一步又一步地越走越近了。 我退回到最黑的屋角去,守在口袋里把左轮的枪击搬好。 我决定,在能看清这人以前,不使自己露面。 那声音停住了很久,说明他站住了。 后来,脚步声又向前走来,一条黑影由石屋的开口处投射进来。 真是个可爱的黄昏,亲爱的花生。 一个很熟悉的声音说。 我真觉得你到外面来,要比待在里面舒服得多呢。 我屏息在那里坐了一两分钟,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 后来,我的神智清醒了,也能够说话了。 同时,那极为沉重的责任,好像马上从我心上泄了下来。 因为那种冰冷尖锐和嘲讽的声音,只可能属于那个人。 弗尔摩斯! 我喊了起来,弗尔摩斯! 出来吧! 他说道,请当心你那只左轮手枪。 我在粗糙的门框下面拱着身,看到他在外面的一块石头上坐着。 当他看到我那吃惊的表情的时候,他那灰色的眼睛高兴地转动起来。 他显得又瘦又黑,可是清醒而激进。 他那机灵的面孔被太阳晒成了棕色,被风沙吹得粗糙了。 他身穿苏格兰尼的衣服,头戴布帽,看起来和任何在找地上旅行的人完全一样。 他竟然还能像猫那样地爱护着个人的清洁,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他的下巴还是挂得光光的,衣服也还像是住在贝克街市一样的清洁。 在我的一生里,还从没有因为见过任何人比这更快活过。 我一边摇歎着他的手一边说着,或者说比这更吃惊吧? 我只得承认吧,其实并不只是单方面感到吃惊呢。 我跟你说,我真没有想到你已经找到我的临时藏身之所了,更想不到你已经藏在屋里。 弗尔摩斯说,在他走到离着门口不到二十步的时候,方才发现我藏在屋里。 我赶忙说,我想是由于我的脚印吧。 不,华生,我恐怕还不能担保能从全世界人的脚印里辨认出你的脚印来的。 如果你真的想把我蒙混过去的话,你就非得把你的纸烟换换牌子不可。 因为我一看到烟头上印着Bladley牛津街,我就知道了我的朋友花生一定就在附近。 在小路的边上,你还能找到他呢? 毫无疑问,就是在你冲进空屋的那个紧要关头,你把它扔掉的。 正是。 我想到了这点,而又素知你那值得佩服的坚韧不拔的性格,我就准知道你在暗中坐着,手中握着你那只手枪,等待着屋主人回来。 你真的以为我就是那逃犯吧? 我并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下定决心要弄清这一点。 好极了,花生。 你是怎样知道我的地点的呢? 也许是在捉淘饭的那个晚上,我不小心站在出生的月亮前面被你看到了吧? 对了,那次我看到你了。 你在找到这间食屋以前,一定找遍了所有的小屋吧? 没有,我看到了你雇佣的那个小孩了,是他执给了我搜寻的方向。 准是在有一架望远镜的那位老绅士那里看到的吧? 最初我看到那镜头上的闪闪反光,我还弄不清是什么呢? 他站起来,朝小屋里望了一眼。 啊,卡特勒又给我送上了什么吃用的东西了。 这张纸是什么? 原来你已经到库姆特雷西去过了,是吗? 对了。 去找Lala Lens太太吗? 就是啊。 干得好。 显然咱们俩的钻研方向是一致的。 但愿咱俩的钻研结果凑到一起的时候, 咱们对这件案子就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了。 哎,你能在这里,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 这样的重责和案情的神秘,我的神经实在受不住了。 可是你究竟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 你都干什么来着? 我以为你是在贝克街搞那件匿名恐吓信的案子呢。 我正希望你这样想呢。 原来你是使用我,可是并不信任我呀。 我又气又脑地喊着。 我觉得我在你眼里,还不应该一致于此吧,福尔莫斯。 我亲爱的伙伴,在这件案子里,就和在很多别的案子里一样,你对我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 如果看来好像我对你耍了什么花招的话,那就请你原谅吧。 实际上我所以要这样做,一部分也是为了你的缘故。 正因为我体会到了你所冒的危险,我才亲自到这里来探查这件事的。 如果我和你们,亨利爵士和你都在一起的话,我相信你的看法一定和我的看法一样。 只要我一出面,就等于向我们的对手发出了警告,叫他们多加小心了。 事实上我一直是能自由行动的。 而如果我是住在庄园里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可能了。 我使自己在这件事里做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色,随时准备在紧要关头全力以赴。 可是为什么要把我蒙在庄园里呢? 因为叫你知道了,对咱们毫无帮助。 也许还可能因而使我被人发现,你势必要想来告诉我点什么,或是好心好意的给我送些什么应用食物来。 这样咱们就要冒不必要的风险了。 我把卡特雷带来了,你一定还记得运工介绍所的那个小家伙吧? 我的一些简单的需要都由他来照顾。 一块面包和一副干净的硬领,你一个人还需要什么呢? 他等于给我添了一双勤快的脚和一对额外的眼睛,而这两样东西对我说来都是无价之宝。 那么说,我写的报告恐怕都白费了。 我回想起在我写那些报告时的辛苦和当时骄傲的心情,我的声调都唱起来了。 福尔摩斯从一带里拿出一卷纸来。 这就是你的报告,我亲爱的伙伴,而且都反复地读过了,我向你保证。 我安排得好极了,因此他在途中只耽搁一天。 我必须对你在处理这件极端困难的案子时所表现的热情和智慧,至于最高的敬意。 我因为受了愚弄,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可是福尔摩斯这些赞扬话的温暖,驱走了我内心的愤怒。 我心里也觉得他说得很对,要想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样做实在是最好不过了。 我本不应该知道他已来到了找地。 这样就好了,他看到阴影已从我的脸上消失之后说道,现在把你访问老了莱昂斯太太的结果告诉我吧。 我本不难想象出,你到那里去为的是找他,因为我已经知道,在库姆特雷西地方,他是在这件事里唯一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的人了。 说真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去的话,很可能明天我就要去了。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暮色笼罩着整个沼地,空气已经变得凉了起来。 于是,我们就退进小屋去取暖。 我们在暮色之中坐在一起,我把和那女士谈话的内容告诉了福尔莫斯。 他非常感兴趣,某些部分我还得重复两遍,他才表示满意。 这事是极为重要的。 当我谈完后,他说道,他把在这件最复杂的事情里,我所连接不起来的那个缺口给填上了。 也许你已经知道,在这位女士和斯泰布顿先生中间,还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吧。 我并不知道这种亲密的关系啊。 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常见面,常通信,彼此十分了解。 现在这一点已使咱们手里多了一件有力的武器,只要咱们用这一点对她妻子进行分化。 她的妻子? 我现在供给你一些情况,来仇打你所供给我的一切吧。 那个在此地被人称作斯泰布顿小姐的女士,实际上就是她的妻子。 天哪,福尔莫斯,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那他怎么又会让亨利爵士爱上他呢? 亨利爵士的坠入秦王,除了对亨利爵士本人之外,对谁都不会有什么害处。 他曾经特别留意避免亨利爵士向他求爱,这是你亲眼看到的。 我再说一遍,这位女士就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他的妹妹。 可是他为什么要搞这一场煞费苦心的骗局呢? 因为他早就看了出来,让他扮成一个未婚的女子,对他要有用得多。 我的全部猜测,我那模糊的怀疑,突然变得具体起来,并且全都集中在生物学家身上。 在这个戴着草帽,拿着补蝶网的缺乏热情和特色的人身上,我好像看出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无限的耐性和娇狭,一副洋装的笑脸和狠毒的心肠。 那么说,咱们的敌人就是他了,在伦敦尾随咱们的,也就是他了。 我就是这样看破了这个谜的。 那个警告,一定是他妻子发的了。 正是。 在我心头萦绕已久的,似有似无,半是猜想的一桩极为可怕的罪行,已在黑暗之中,隐隐约约地献了出来。 可是这一点你敢肯定吗,福尔摩斯? 你怎么知道那女人就是他的妻子呢? 因为在他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曾经不由自主地把他身世之中真实的一段告诉了你。 我敢说从那时以后,他曾不止一次因此而感到后悔。 他从前曾在英格兰北部一度做过小学校长。 现在说来,再没有比一个小学校长更容易被人调查清楚的了。 通过教育机关就能弄清任何在教育界里工作过的人。 我稍微调查了一下,就弄清了曾有一所小学在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垮了台。 而学校的主人,姓名可不相同,和他的妻子就不知去向了。 他们的相貌特征与咱们在这里所看到的都符合。 当我知道了那失踪的人也同样热衷于昆虫学之后, 鉴别人物的工作就算是圆满地结束了。 黑幕已经逐渐地被揭了起来, 但大部分真相则仍在隐秘之中。 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她的妻子的话, 那么怎么会又插进来一个Lola Lianz太太呢? 我问的, 这正是全部问题之中的一个, 而这个问题已被你的探查工所揭示出来了。 你对那位女士的访问已使情况明朗了许多。 我没有听说过她和她的丈夫想要离婚, 如果她却曾计划离婚, 而又把斯泰普顿当作未婚男子, 那她无疑会想到做她的妻子了。 可是, 如果她弄清了这骗局呢? 那样的话, 这位女士就可能对我们有用了。 当然我们首先就应该去找她, 咱们两人明天就去。 华生, 你不认为你离开自己的职责已经太久了吗? 你本应该是待在巴斯克维尔庄园的。 最后的一抹晚霞也在西方消失了, 夜降临了着地, 在紫色的天空中闪烁了几颗半明半暗的星星。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福尔莫斯。 我一边站起来一边说道, 当然了, 在你我之间是无需保守什么秘密的。 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啊? 其目的何在呢? 福尔莫斯在回答的时候, 声调都放低了。 这是谋杀, 华生, 是件深谋远虑残忍以极的蓄意谋杀。 别再问我细节了, 正如同他的那面网围着亨利爵士一样, 我的网正紧紧地罩住了他, 再加上你的协助, 他几乎已经是我的囊中物了。 我们所担心的危险只剩了一个, 就是说不定他可能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先行下手。 再过一天, 最多两天, 我就会把破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 在那一天, 你得像一个感情深厚的妈妈看守他的病孩子那样, 紧紧地看好你所保护的人。 事实证明你今天所做的事是正确的, 但我还是希望你以不离开他的身边为更好一些。 听! 一阵可怕的尖叫声, 一阵连绵不断的恐惧与暴怒的喊叫声, 冲破了找地的寂静。 那恐怖的喊声使我血管里的血液几乎都为之凝固了。 哎呀, 我的上帝, 我传了起来,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弗尔摩斯猛然站了起来, 我看到他那黑色的像是运动员时的身体, 站在小房的门口, 双肩下垂, 头向前方探出, 朝黑暗之中望去。 噓! 他轻声说道, 不要出声。 由于情况的急切, 喊声很大, 起初那喊声是由黑暗的平原上一个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现在冲进我们耳骨的声音已经显得越来越近, 越来越大, 比以前更急迫了。 是哪一遍? 弗尔摩斯低声问道, 由他那样坚强的人的激动的声音里, 我知道他也是深受震惊了。 在哪一遍花上? 我想是那边吧? 我想黑暗之中止去。 不, 是那边。 痛苦的喊声响彻了寂静的夜, 越来越大, 也比以前更近得多了。 混在一起的还有一种新的声音, 是一种深沉的咕咕咚咚咚, 既悦耳而又可怕的声音。 一起一落的, 正像是大海所发出的永无休止的低音。 是猎狗! 弗尔摩斯喊了起来。 来呀,花生,来呀! 天哪, 说不定咱们已经来不及了。 他立即迅速地在沼地上跑了起来, 我紧跟在他的后面, 可是突然间, 就在我们的前面, 由那片碎石参词凹凸不平的地上, 发出了一声最后的绝望的惨叫。 然后就是模糊而沉重的咕咚一声。 我们站住倾听着, 再没有别的声音, 打破无风之夜的死寂了。 我看到弗尔摩斯像是个神经错乱的人似的, 把手按在额上, 一面跺着脚。 他已经打败咱们了花生。 咱们来得太晚了。 不, 不会, 一定不会。 我真是个笨蛋, 竟不采取行动。 尔尼娜花生, 现在该明白放开那影保护的人不管的后果是什么了吗? 天哪, 如果不幸的事终于发生的话, 那我们非得向他报复不可了。 我们在黑暗之中向前乱跑, 不时地撞在乱石上, 勉强地挤过金雀花丛, 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了小山, 再顺着另一个斜坡冲了下去, 一直朝那可怕的声音传来的方向前进。 每到高处, 弗尔摩斯都焦急地向四周望一望, 可是沼地里黑暗异常, 在荒凉的地面上, 没有一件东西在动。 你看到什么东西没有, 什么也没有看到, 可是你听听那是什么声音。 一阵滴滴的声音传进了我们的耳骨, 又是在我们的左面, 在那面有一条眼脊, 尽头处是直上直下的崖壁, 由那里向下, 可以看到一片多石的山坡, 在那高地不平的地面上, 平摊着一堆黑咕隆咚的形状不规则的物体。 当我们跑进他的时候, 摸过的轮廓就变得清楚起来了, 原来是个趴在地上的人, 头可怕地在身体下面窝着, 身体向底全曲成一团, 好像是要放根头似的样子。 他的样子那样特别, 是我当时都不能相信刚才听到的声音, 是他灵魂脱壳时发出来的。 我们弯身望着的那个人, 一言不发, 动也不动。 福尔摩斯把他抓住, 提了起来, 一面惊恐地大叫了一声, 他哗然了一根火柴, 亮光照出那死人紧钻在一起的手指, 也照出了由他被打破的头颅骨里流出来的, 慢慢扩大着的一滩可怕的血。 火光还照清楚了另一件, 使我们痛心得几乎昏过去的事, 正是亨利·巴斯克威尔爵士的尸体。 我们俩谁也不可能忘记, 那身特别的发红色的用苏格兰尼制成的衣服, 就是第一天早晨在贝克街看到他穿的那一套。 我们只清清楚楚地看了一眼, 那根火柴闪了闪就灭了, 就像是希望离开了我们的灵魂一样。 福尔摩斯呻吟着, 在黑暗中也能看得出他的脸色发白。 这个畜生, 畜生, 我紧握着双拳含着, 福尔摩斯, 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 我离开了他的身旁, 一直使他遭到了厄运。 我比你的嘴过还要中化身, 为了从各方面做好破案前的准备工作, 我竟然把我们的嘱托人的性命弃之不顾了。 在我一生的事业之中, 这是我所受到的最大的打击了。 可是我怎么会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他将不顾我的一切警告, 单身冒着性命的危险, 跑到沼地里来呢? 咱们听到了他的呼声, 我的上帝那阵叫唤他, 可是竟救不了他。 把他指指死地的那只猎狗在哪里呢? 显然他可能正在乱世之间转来转去的。 还有斯泰普顿呢? 他在哪里呢? 他一定得对这件事负责。 他当然要负责了, 我保证要让他负责的。 不知两人都已被杀了。 一个是看到了那只他认为是妖魔的畜生, 就被吓死了。 另一个虽曾飞奔逃避, 也未能免于死亡。 咱们现在得设法证明这人畜之间的关系了。 如果不是咱们听到了那声音的话, 甚至咱们都不会相信那畜生的存在。 因为亨利爵士显然是摔跤跌死的。 可是老天在上, 不管他多么骄傲, 我们痛心地站在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两侧。 长期地奔波劳碌, 经落得这样一个可怜的结果。 这个突然而不可挽回的灾难, 使我们心里感到异常沉重。 后来, 月亮升起之后, 我们爬上了我们可怜的朋友摔倒的那块山岩的最高处, 并由绝顶处向黑暗的沼地里逼湿。 黑暗中, 闪瘦着银白色的光辉, 几里开外的远处, 在朝着格林盆的那个方向, 有一点单独的黄色火光在闪亮着。 只可能是来自斯泰普顿家的那座孤独的房子。 我一面向前看着, 一面对着他狂怒地挥舞着拳头, 并且狠狠地咒骂了一句。 咱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住他呢? 咱们破案的条件还没有成熟, 那家伙细心狡猾到了极点。 问题不在于我们已经掌握了多少情况, 而在于我们能证明些什么。 只要我们走错一步, 那恶棍说不定就要从咱们的手里溜走了。 那么, 咱们怎么办呢? 明天咱们有的是该做的事。 今天晚上, 也就只能给可怜的朋友办办后事了。 我们俩一同下了陡坡向尸体走去。 在反射着荧光的石头上, 那黑色的身体能看得很清楚, 四肢扭曲的那种痛苦的样子, 使我感到心酸, 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咱们非得找人来帮忙不可了, 福尔摩斯。 咱们无法把他一直抬到庄园去。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见他大叫了一声, 在尸体旁边弯下了身。 我见状不禁喊道, 天哪, 你疯了吗? 福尔摩斯跳起舞来, 大笑着抓住我的手乱摇。 难道这就是我那严肃而善于自持的朋友吗? 这可真是闷住的火烧出来了呀。 胡子, 胡子, 这人有胡子。 有胡子? 这不是准男爵, 这是, 这是我的邻居那个逃犯。 我赶快把尸体翻了过来。 那撮滴答着血的胡须, 向着冰冷而清澈的月光翘着。 一看他那突出的前额和野兽般的身陷的眼睛, 就不会弄错。 确实就是那天在烛光照耀之中, 从石头后面闪露在我眼前的那张面孔, 逃犯塞尔丹的面孔。 我马上就都明白了。 我记起了准男爵曾经告诉过我, 他曾把他的旧衣服送给了白瑞莫。 白瑞莫把这些衣服转送了出去, 好帮助塞尔丹逃跑。 靴子, 衬衣, 帽子, 全都是亨利爵士的。 这一出悲剧演得是够惨的。 可是根据国家的法律, 这个人至少是死得不冤的。 我把事情的来由告诉了弗尔摩斯, 我对上帝的感激和我内心的快乐, 使我的满腔热血都为之沸腾起来。 那么说, 这身衣服就是那恶棍致死的原因了。 弗尔摩斯说的, 问题很清楚, 那只猎狗是先闻了亨利爵士穿用的东西之后, 才被放出来进行追踪的。 最可能的就是那只在旅馆里被偷取的高筒皮鞋, 因此这个人才被穷追不舍, 直至摔死为止。 可是有一点非常奇怪, 塞尔登在黑暗之中, 怎么会知道那狗跟在他身后的呢? 他听到的吧? 只是在沼地里听到一只猎狗的声音, 绝不会是像这个逃犯那样残酷的人恐怖到这样的地步, 甚至冒着再度被捕的危险, 狂呼求救。 根据他的喊声判断, 在他知道了那狗在追他以后, 他一直拼命地跑了很长的一段路。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还有一件我尤其感到神秘的事, 假设咱们的推断完全正确的话, 那么这只狗为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推测。 那么为什么这只狗单单今晚被放出来呢? 我想那只狗并不是永远放在沼地里随便跑的, 除非有根据认为亨利爵士会到那里去, 否则斯泰普顿是不会把他放出去的。 在两种难题当中, 我的困难是更加麻烦的一个。 我认为你那个疑问很快就可以得到解答了。 可是我那个问题, 则可能永远是个谜。 眼前的问题是, 这个可怜的坏蛋的尸体, 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总不能把他放在这里喂狐狸和乌鸦呀。 我建议咱们和警察取得联系之前, 先把他放进一间小屋去。 对, 我相信你和我可以抬的动态。 啊, 华生, 这是怎么回事? 正是他, 真是大胆地出奇。 你可不要说出一句显出怀疑的话来, 一句也不要说。 不然的话, 我的全部计划就都要完蛋了。 在沼地上, 有一个人正向着我们走来。 我看见有一点隐约的雪茄烟火。 月光照在他的身上, 我能看得出来那位生物学家的 短小精干的身材 和那轻快得意的脚步。 他一看见我们, 便停住了。 然后又向前走了过来。 啊, 华生医生, 不会是您吧, 是吗? 我再也想不到在这样的夜深时分会在沼地里看到你。 哦, 我的天,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受伤了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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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告诉我说这是咱们的朋友亨利爵士。 他慌忙地由我们的身旁走过去, 在那死人的身旁弯下身去。 我听到他猛然地倒吸了一口气, 手指夹着的血架也掉了下来。 谁, 这是谁啊? 他口齿地说。 是塞尔的, 由王子镇逃跑的那个人。 斯泰伯顿转向我们, 面色苍白, 可是他以极大的努力克制住了惊慌和失望的表情。 他凉眼死定着福尔摩斯和我。 天哪, 这是多么惊人的事啊。 他是怎么死的?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这些岩石上摔断了脖子。 当我们听到喊声的时候, 我和我的朋友正在找地里散步。 我也听到了喊声, 因此我才跑了出来。 我很替亨利爵士担心。 为什么单单替亨利爵士担心呢?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因为我已经约他来了, 可是他并没有来。 我吃了一惊, 因此当我听到找地里喊声的时候, 我当然要为他的安全而大感惊慌了。 他的眼光再度从我的脸上, 呼地转向福尔摩斯。 除了那喊声之外, 您还听到了什么声音没有? 没有, 福尔摩斯说。 您呢? 也没有。 那么您这样问是什么意思呢? 您总知道农民们所说的关于那只鬼怪似的狗和其他等等的故事吧。 据说夜间在找地里能够听得见, 当时我正在想今晚是否可能听得到这样的声音。 我们没有听到这一类的声音, 我说的。 可是你们认为这个可怜的家伙是怎么死的呢? 我可以肯定, 焦虑的心情和长期露宿在外的生活已经把他逼得发疯了。 他一定曾经疯狂地在找地里奔跑, 而最终则在这里跌了一跤, 把脖子摔断了。 看来倒是个最合理的说法。 斯泰普能说到, 他还叹了一口气。 依我看, 这是表示他已放了心了。 您认为怎么样? 谢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我的朋友欠身还了礼。 您认人认得真快, 他说的。 自从花生医生到来之后, 这里的人都知道您也会来的。 您倒赶上了看这一出悲剧。 是的, 确实如此。 我确信我的朋友的解释是能够概括全部事实的。 我明天交代了一桩不快的回忆, 回到伦敦去了。 哦, 您明天就回去吗? 我是这样打算的。 我希望您的这次来访, 多少能把这些我们所大惑不解的事情, 搞出一些眉目来。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人并非总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得到成功的, 负负责调查工作的人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传说和谣言。 这件案子办的并不是人满意。 我的朋友以他那最坦白和最漫不经心的神态讲着。 斯泰布顿还是死盯着看他, 然后他又向我转了过来。 我本想建议把这可怜的家伙弄到我家里去。 可是他一定会使我妹妹大感惊恐, 因此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做得好。 我想, 若用什么东西把它的头部遮住是可以安全无事的。 明天早晨再想办法吧。 事情就这样安排好了。 福尔摩斯和我谢绝了斯泰布顿好意的约情, 就向巴斯克维尔庄园走去。 剩下了生物学家, 独自走了回去。 我们回头望望, 看到那背影还在广阔的沼地上, 缓慢地向远方移动。 在他的身后, 白花花的山坡上有一个黑点, 标明着得到如此可怕的结局的那个人, 躺着的地方。 咱们终于就要抓住他了。 当我们一起走过沼地的时候, 福尔摩斯这样说, 这家伙的神经可真够坚强的。 当他发现他的阴谋已经错杀了人, 面临着本应使人万分惊恶的情况的时候, 他是多么的镇定啊。 我曾在伦敦和你讲过, 我曾在伦敦和你讲过话声, 现在我还要和你讲, 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更值得一斗的对手呢。 我感到很遗憾, 他竟看到了你。 我起初也这样感觉, 可是这是毫无办法的事。 现在他已经知道了你在这里, 你认为对于你的计划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可能会使他变得更加谨慎, 或许会使他马上采取不顾一切的手段。 和大多数有点鬼聪明的罪犯一样, 他可能会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小聪明, 并且想象他已经完全把咱们骗过去了。 咱们为什么不马上逮捕他呢? 我亲爱的花生, 你天生就是个急于采取行动的人, 你的本能总是促使你想痛快淋漓地干点什么。 咱们可以谈谈, 假设咱们今晚把他逮捕了, 可是这样做对咱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对他不利的事, 咱们什么也证明不了。 这里面有魔鬼一样的狡猾手段, 如果他是通过一个人来进行活动, 咱们还可以找到些证据。 可是如果咱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拉出这条大狗来, 对于咱们想把绳子套在他主人脖子上的计划, 是毫无帮助的。 咱们当然有证据啊。 连个影子也没有啊, 咱们的证据只不过是些推测和猜想罢了。 如果咱们所有的只是这样一段故事和这样的证据, 那咱们会被人家从法庭里给笑出来的。 刹子爵士的死不就是证据吗? 他死的身上毫无伤痕, 虽然你我都知道他完全是被吓死的, 而且咱们也知道是什么把他吓死的。 可是咱们怎么能使十二个陪审官也相信这一点呢? 哪里有猎狗的踪迹? 哪里有他那狗牙的痕迹? 咱们当然知道猎狗是不会咬死似的, 而查尔子爵士又是在那处上赶上他之前死的。 关于这些东西咱们都得加以证明才行, 可是现在却办不到。 那么今晚的事难道也不能证明吗? 今天晚上咱们的情况也没有好了多少。 又是上次那样, 猎狗和那人的死亡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咱们没有见到那只猎狗, 虽然听到过它的声音, 可是并不能证明它就跟在那人的后面, 简直就是毫无来由。 不, 亲爱的伙伴, 咱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 咱们目前对权案还没有得出完整合理的结论。 任何能获得合理结论的冒险行动, 都是值得咱们去干一下的。 你认为应该怎样干法呢? 我对La La Lance太太所能给予咱们的帮助, 抱有很大希望。 只要把实情向她讲清就行了。 此外我还有自己的计划。 今天就单管今天好了, 何必多虑明天呢? 可是我希望明天就能占得上风。 我从福尔摩斯口中再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 在到达巴斯克威尔庄园的大门以前, 他一面走着, 一面沉醉在冥想之中。 你也进去吗? 嗯, 我看没有什么理由再躲起来了。 可是最后还有一句话, 话着, 可别对亨利爵士谈起那猎狗的事来。 就让他把塞尔丹的死因 想成斯泰布顿所希望我们相信的那个样子吧。 这样他就能以较坚强的神经来迎接 明天必须经受的苦难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你的报告的话, 他们已经约好明天要到斯泰布顿家去吃晚饭的。 他们也和我约好了。 那么, 你一定得借口谢绝, 他必须单身前去, 那样就容易安排了。 现在, 如果说咱们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的话, 我想咱们两人可以吃夜宵了。 亨利爵士见到了西洛克福尔莫斯, 与其说是惊奇, 不如说是高兴。 因为几天来他都在盼着, 希望最近发生的事会促使他从伦敦到这里来。 可是当他发现我的朋友既没有带任何行李, 也没有对不带行李的原因加以解释的时候, 倒确诚表示了惊疑。 不久, 我们就给他云出来他所需要的东西。 在很晚才吃的夜宵中间, 我们把在我们的遭遇之中, 看来准男爵应该知道的部分, 都尽量讲给他听了。 此外, 我还负起了将这一消息, 透露给白瑞姆夫妇的不愉快的责任。 对白瑞姆说来, 这倒可能是件大大舒心的事。 可是他太太听了之后, 竟抓起围裙痛哭起来。 对全世界的人说来, 那都是个凶暴, 半是野兽, 半是魔鬼的人。 可是在他的心目中, 那却永远是又是和他同处的, 那个任性的, 紧抓着他的手不放的孩子。 这个人可真是罪大恶极了。 临死时连一个哭他的女人都没有。 自从早晨华盛出去以后, 我在家里整天都感到闷闷不乐。 准安爵说道, 我想我还是值得受到表扬的, 因为我恪守了我的诺言。 如果我没有发过誓说绝不单独外出的话, 也许我就能去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了。 因为我曾接到斯泰布顿一封信, 请我到他那里去。 我相信您如果真的去了, 确实会过一个比较愉快的夜晚的。 弗尔摩斯冷淡地说道, 可是我们却曾以为您已摔断了脖子而大为伤心呢。 我想您总不会因为知道了这一点而感到高兴吧。 亨利爵士睁大了眼睛吃惊地问, 怎么回事啊? 那个可怜的坏蛋穿的是您的衣服, 恐怕是您的仆人送给他的吧? 说不定警察还会来找他的麻烦呢? 恐怕不会。 据我所知, 在那些衣服上哪一件也没有记号。 那真是他的运气。 事实上你们都很运气, 因为在这件事情里就法律而言, 你们都已犯了罪。 作为一个公正的侦探来说, 我几乎可以肯定, 我的责任首先就是要将你们全家逮捕。 华生的报告就是定你们罪的最有力的证明了。 可是咱们的案子怎么样了呢? 主男爵问他。 在这乱糟糟的一堆里, 您摸到什么头绪了没有? 我觉得, 华生和我两人自从到了这里以来, 是并不怎样聪明的。 我想, 不久我就可以把有关的情况弄得更清楚些了。 这真是一件极为困难和最最复杂的案件。 现在还有几点我们弄不明白, 可是不久就会弄明白的。 我们在这儿的情况下还是要来怎么办。 在这儿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红和最最大的情况下, 对这儿的情况下也是要来怎么办。 感谢观看